昨日本廣多區出現大量違法行為 用大型雜物倒路、縱火 在馬路上擺放鐵釘 向清理路障的警員投擲雜物 而這些違法行為也由昨天清晨 一路延續到深夜 警方在昨天的行動中 分別在灣仔、銅鑼灣、深水埗、旺角、葵聰 泉灣、大埔、元朗等多處 拘捕396人、234男、162女 年齡介乎12至70歲 晚上9點 旺角西洋賽南街近瓦街路街 有人縱火焚燒紙皮和發泡膠等雜物 現場發出多響爆炸聲 傳媒聯絡隊提醒現場的市民和記者要走避 趁閉開啊!傳播! 趁閉開啊! 趁閉開啊! 鬧市縱火和引爆異言物品 會相及無辜市民和擾亂社會秩序 據現場觀察 火堆附近有一個打火機器體罐頭在地上 類似的異言物 我們經常都在被捕人身上找到 另外在昨天的被捕人裡面 有近180人是學生 涉及大約60間院校 當中有近80人未成年 下午大約2點 警方在油麻地一帶處理暴亂時 在新田地街和霞美頓街附近 發現一個14歲的男人 正在手持一支裝有鐵釘的木棍 警方在截停他後 在他的背囊找到汽油彈、鐵釘和易燃物品等 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 和藏有工具可用作非法用途將他拘捕 早上大約6點半 警方更加在荃灣沙咀道 兩個分別14和15歲 穿校服的學生背囊裡面 搜出頭盔和防毒面具等工具 他們涉嫌藏有工具可用作非法用途 和遊蕩被捕 警方留意到昨天有人號召 要以堵塞主要運輸幹道的方式 阻礙市民上班上學 警方重申絕不容忍任何破壞社會安寧的違法行為 不論犯法的人計劃在甚麼時間地點違法 警方都一定會嚴正執法 警方高度重視有年輕人 涉嫌藏油、汽油彈、武器、工藝物品等 昨天也是自疫情停課以來 第一天的中學復課日 昨天有不少學生被捕 警方也很擔心年輕人被人誤導 斷送前程 呼籲家長和老師要多加留意年輕人 不要讓他們行差答錯